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在中午的广场上套圈的 太好了 而且还要拉着行李箱来套圈 欢迎大家来到我可太忙了拍摄现场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 湖南卫视和芒果TV双平台再播的 所有节目的录制现场的探班机会 两个人需要通过我们任务的方式 去到这些节目的现场 来完成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和网友 想要让你们完成的事情 接下来请查收你们的任务卡 我可太忙了 亲爱的不设线小队 说咋俩 你们好 爱盲导演通过大数据分析 发现大多数网友希望有机会 可以去到一些综艺节目的录制现场 近距离与嘉宾进行互动 为了满足网友们的愿望 爱盲导演现在派出不设线小队 去往节目现场进行探班 在此过程中寻找芒果节目制作的DNA 希望你们能完成这趟旅途 不过要先通过一个套圈小游戏 来决定去往哪个节目现场哦 我被爱盘处 众生孤寂 不换手 不放手 我爱你 我真的不知道干嘛 你真的不知道干嘛 听我同事说 你们这片 存在一些七行霸市的行为 只要一脚新衣 来照灯洒满 阳光的温暖 你们不能满足 你怎么办啊 哎想去的地方去不了 只能拼一拼 他口才也好 然后沟通能力也强情商也高 不设限小队你们准备好了吗 没有 这手多瞧不起我们 觉得我在这个距离前 你先套了再说吧 那我就直接直接一切来了哈 三二一 你说谁看不起谁吧 你就看我呢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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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等会啊冷静一下 这样我拉着你的上身吧 你上身往前走 这样这样跨住 是往前探 放心大胆往前探 拉住啊我能拉住你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快快快马上了马上了 马上了接近了啊 三二一 三二一 走你哎 走你哎 这个大鞭 三二一 四 三 小人 二 二 三 两 二 三 二 三 广州哇 完了真的旅游了 对就我们要做一个旅游路线 太好了 你们可以选择自助查询或求助导演 是这样的 我是一个我是一个对非常八卦的人 就是你只需要在某书上面搜索 我们仨广州就会出来 好多大部分 快快搜一下 你看这个好多人以为广州出大事 你看标题大 进来之后他们去的这叫他们荣华楼 凑近听下原来戏 这一看就是广州人的口音 原来戏为大薰毛不易 郭麒麟录节目 对 我们要不然求助一下导演吧 可以啊 威哥好 我是新生主持方一 江老师 江老师您好 我们那个节目叫做我可太忙了 这是我们也是应很多 这个我们芒果的会员和网友的需求 我们会来到我们仨这个节目 希望来探班 为观众朋友们来揭秘我们仨 在录制过程当中一些幕后有趣的故事 是的 然后我们去给大家打卡一下同款的这种打卡点 因为我们刚刚在网上搜了一下这种路透 我们看他们去了一个叫荣华楼 那个地方好吃吗 它算是一个比较特色的地方吧 对面可以吃到当地的特色的美味 还可以感受一下特别的表演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可以可以 刚好我们到广州下午应该就是晚饭的点 对对 而且我现在出发到差不多晚饭点 就第一站可以先去这个荣华楼吃晚饭 好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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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好的那请二位稍作准备 我们一个小时后在广店主楼集合出发 没问题 走吧 走了 走了 这个荣华楼好像离当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就是那种本地小吃的西华街很紧 我们可以在荣华楼先吃一点 比较招牌特色 大家还要留点肚子 然后出来晚上逛一下这些老街 吃点小吃 没事 我觉得就是你 当你吃的满满当当的时候 你出来走两步就又能吃了 真吗 人都是这样的 吃两个硬腮 我们看一下他们仨都吃了啥 怀旧香菠萝骨头肉是什么东西 就是菠萝骨头肉 但是怀旧香 还得是香菠萝骨头肉 这样我们替观众朋友们先去尝一下 我觉得这些菜 到底是值得踩雷避坑还是值得中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点 一些产品 一两个两三个 比如说那个 虾脚黄啊之类的 对对对 红米肠这种 你到广州走哪里 对啊 来都来了 是的 哦 到了到了到了 荣华楼是这个吗 我们仨的同款晚餐地 这三个大菜都是我们大海同款 这三个大菜都是我们大海同款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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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既要来品尝一下他们同款的这个菜 然后呢 来了这个广州 还是要吃一吃这种越式的茶点 我要先决定吃一个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算是一个广东本土的菜肥吧 其实在很多地方我都吃过了 但确实这边的烤这个扇子 就是比方嫩 不那么干 好吃很嫩 嗯 还挺不错的 我们继续尝一下这个 这个是我们扁的时候就在疯狂的想 为什么会选择在广州吃一个这个 确实它就是一个好吃但平凡的西兰花 让我吃一吃这个怀旧的古老肉 有没有怀旧的味道 好像跟我在外面吃到的古老肉不太一样 就除了菠萝和这个它那个调的 酸甜汁本来的味道以外 就是它会有一种散发出来的香气 嗯 哎 每尝一道菜搞一个西兰花来清口 我看懂了这个西兰花的作用 那这些菜我们后面留给工作人们一起吃了 马上去西华路继续开干 我们现在到了西华路 我们要干什么呢 就是我们吃完饭了还要接着吃 人都说吃完饭之后 人的胃就是一个是吃饭的胃 一个是装甜品的胃是吧 对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找一些 甜品啊 减低一下自己胃里的负担 哦 姜壮奶是不是广州顺德这一代的一个特色 广州舞阳新城双皮奶榜首 哎 双皮奶我就得试一下 行啊 说走就走 哇 谢谢 有很浓的那个姜的味道 我们先一会吃下这个双皮奶 搞一个莲子先吃下 很去火的这个 咱俩也别去火了 咱俩也不咋火 你好冷 很像酸奶的口感 就那种老酸奶 它是真的有奶味的 对对对对 好 我们尝一下这个 哇 真有姜味 你还要点的是小辣 还有点的是小辣 小辣就已经这么辣了吗 这俩风格差点多 我发现他们两个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是完全是吸的倒出来 然后再扭住了 质感它就会更加稀一点 然后这个是本来就是动靠我们这种双皮奶 丑一点 我们吃完了 走走走啦 小号 现在已经晚上 甄总理 纯中药草本茶叶 哇 哦 这还能治病啊 药食同源是吧 所以我们是可以根据就是 功效来选 茶类是不是 哦 我想要一个 像我们要一个吃豆的 然后要一个熬夜的吧 您要看这倒眼 对不对 哦哦那我那那我吧 我豆比较多 你哪有豆 我好多豆啊 哎呀这谢了 那你吃豆吧 就是这一片 这个这个是有什么不同吗 我熬夜 长得不会不一样 配的茶 这跟我显然凉茶有点差别呢 怎么一个中药味 这个会很苦吗老板 苦啊 苦啊 其实这个和我们就平时大家喝的那种那些凉茶都不一样的 一样的 一样的 他们做的甜的 哦 就是加了甜的 那凉茶为啥是热的呀 凉茶可能就是 偏海境 对对对 偏海境 不是正经凉的 哦哦哦哦 这是我的是吧 哦谢谢 我感觉有点心理准备 跟我想凉茶不太一样 好烫啊 好喝 快喝 快点 不行我下不去烤 我心理负担好重现在 没事你喝挺好喝的 特别好喝 对吧 是不是好喝 我觉得我喝完这一瓶我会变得更健康 变异 好苦我眼泪要出来了 你知道你喝有些东西 它给你带来的是一种生理上的享受 这个带来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就是你会有一种越喝越健康的感觉 要不是喝不下我马上就把这瓶炫了 你已经在冒汗了你知道吗 哎呀 好我们边走边喝走吧 我现在觉得生活一点不苦了 现在快洗一点了 去沙面散散步 好的 我真的强烈安理沙面这个地方 就是它真的是一个超舒服的地方 尤其是和我们今天吃了这么老多 对出来溜达溜达消消神 吹吹这个江边的江峰 咱们今天在广州 都在溜号旅游了一天了吃也吃饱了 明天我们还是得完成我们探班的任务 要把网友们在看了这么多集节目以后 那些好奇的 这是可以问的吗 严格的 甚至有点犀利的问题 明天我们都要找机会 当面问问三位老师 而其实我还对我们仨里面 那个一直出高频出现的第四位嘉宾 非常感兴趣 艾蒙导演 对艾蒙导演 对 而且其实我一直想问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其实很多观众关心的问题 就是艾蒙导演到底有没有 我也不知道这能不能问啊 那明天咱们问再说吧 还是让我吹一吹江边的晚风吧 冷静一下吧 早生好 今天终于要干点正事 就我们今天要去我们仨在广州的录制的民宿 没错 会带着网友们的问题去找到他们 好 非常官方的一段开场 其实你对今天对三位老师 有没有什么好奇的 我之前会觉得他们三个是 在不同领域当中的艺人 自我的精神世界其实也不一样 所以你一会儿要问一下大家 录完这个节目以后 精神状态是不是还美丽是吗 对 我其实最想问艾蒙导演的精神状况怎么样 我们马上就要带着大家去探班我们仨的录制一线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就隔了一条街 那边就是特别闹的这种 过了这条街就特别安静 这边就是闹钟取静的感觉 哇 也不用担心在这边住居民区特别的吵 就现在我们还有一种油爆琵琶扮着面的感觉 就走了这么久 这民宿我是一点没看着啊 哎呀 看到了 看到了 京都念词我们仨 哇 好多绿植啊 好多植被 你看就这边这个 这个 这是我们刷的那个路透对吧 我坐上来试一下 哦哦 他会往 我屁股一坐下来他就会往前走 哎 哎 哦 哎 我来了 等会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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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是要这个是要自己 哎呀 哎呀 哎 哎 没拍到吧 这不是我奇坏的吗 你知道什么叫那个归处赛跑吗 没事 我这叫赛翁师吗 那么进去看一看 啊 你别闹了 哎 这里有一个爱盲导演 你好爱盲导演 我们是芒果新生 芒果新生的朋友们 你们好呀 我是爱盲 今天咱们要聊些什么呢 是节目里的趣事 还是外面的新鲜事 别害羞 记得说 啊 他真的知道我们 我这耳朵可灵光了 保证不漏掉你的每一个字 爱王大爷好 我们今天是来带着观众朋友们 探班我们仨的节目录制现场 您能不能给我们评价评价 三位老师在节目里面的表现 好敢问啊 看爱盲导演敢不敢说了 呦 王大爷 这三位老师在节目里的表现 可是各有千秋 精彩得很啊 郭麒麟老师他那机智幽默 总能在不经意间给人带来欢笑 就像节目里的开心果一样 魏大勋老师 他那亲和力满分 跟谁都能聊得来 让人感觉特别亲切 就像林家大哥哥 毛不易老师 他那才华横溢 唱歌创作样样精通 而且他那淡定自若的风格 总能给节目带来不一样的色彩 他们三位在一起 就像是三种不同的调味料 混合在一起 味道独特 让人回味无穷 你看滴水不漏 面面俱到 同时还吸引观众朋友们 去看节目 是 谢谢 谢谢艾芳导演 好 我们继续上楼看一看 好 我们现在要 去仔细的在他们住的 有多仔细 就是要不放过任何一点 谢死我 大家通过节目的镜头 看到了很多这个民宿 包括他们生活环境的画面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非常真实的 给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来到这个民宿的第一视角 你看他们有琴 然后有这样的叠片 这应该是他们平时玩音乐的地方 这个就是在广州必备的 要坐下来喝茶的这样的地方 一到这个你就觉得 应该就是来到了广州 或者福建地区了 充满了生活气息 我在这里还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摆件 就是他们的撒生有幸 这边出去就是一个台 你看从我们这个镜头当中就可以看 它其实整个这个算是个小洋房吧 就是在周围这样的这种非常有历史感的居民区当中的 然后呢其实也想给很多观众朋友们揭秘一下 就是我们这么多生活的镜头 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 比如说在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柱子上 就有偷偷藏一个摄像机 然后通过这些细微的镜头 就能在尽可能少的打扰我们的嘉宾的前提之下呢 然后记录下他们生活当中更多的视角 在民宿当中就是他们如果能够忽视这些镜头的存在 就会能够有更悠然自责的这个状态 对 我觉得就坐在这儿 每天发发呆 推开窗就是满眼的绿色 呼吸呼吸空气 然后喝喝茶什么的 真的很爽 对 趁着他们出去City Drive的时候 然后已经带着大家打卡了一下他们的这个民宿 我们现在在这儿坐一会儿等他们回来吧 然后我们来问问他们网友关心的这些问题 等他们回来 三位老师好 哈喽 请坐 谢谢 来来来 就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芒果新生周芳一 我是芒果新生周泽昊 首先三位也刚刚结束了我们仨这个录制 先祝三位老师收官大吉 谢谢 我们今天呢其实也带了一些网友们的问题 因为其实这一录下来 其实很多网友们都很关注咱们这个节目 然后也很想了解三位老师在这趟旅途当中的一些小故事和感受 他特别擅长做这种 像张反的 然后我们就现在就是有一些这个 网友们在网上的这种热力的讨论啊 有几位老师来 咱们回应一下 对有很多微博热搜的词条 掏出我们的微博热搜词条 刚刚这个毛不易老师就说到了 觉得其实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自己的一些印象 我觉得就毛毛老师是这种 非常非常松弛的这种状态 所以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站的时候 说毛不易穿洞洞鞋爬长白山 还有另外一个叫毛不易内鱼背野 就是吃那个征章鱼的对对对 那鱼有自己的背野对 哈哈哈哈 穿洞洞鞋是因为当时脚肿了 然后就是有点穿不上 而且洞洞鞋这个单品 他就是你穿上了之后 就会很习惯于穿他 因为他太方便了 但最近已经不常穿了 因为感觉 穿那个长时间走过还是对腿脚不太好 那接下来想问魏大勋老师 魏大勋老师在整个的这一季节目当中 呈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运动 活动上面的这种技能 所以就是对大家说 魏大勋滑雪这件事情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会 不是因为我其实滑的不是特别好 从小因为我们吉林 他就有这个雪场就会去滑爽板 但是就没有什么技术性的 一开始节目组问我会不会滑雪 我说会倒是会 但是滑的不是很好 主要是让我让我衬的 没想到自己滑的不好不好 在这里边显得还挺突出 对可能也是录节目录得多 还有那个舔水 就感觉你什么都会 就是我都会一点 但是都不是很好 思想全能 思想全能 关于郭琴老师 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很出圈的词条 就是郭琴老师说我是麒麟 不是皮秀这一段 那你把我这个也 也不许 能帮我买麒麟糕 麒麟糕 我 我是麒麟 我不是皮秀 但其实我很多观众朋友们就是通过郭琴老师的那个状态 就对美食有特别浓厚的兴趣 就是我的习惯性的爱综合一些个这个软件呀 他们对我的推送啊 然后我再精确的分析一下我们三个人的口味 然后挑选一些餐厅 比较兴趣的是目前跳的都还行 没怎么采为 对在吃这上面还是很有研究的 下午公布 这一季节目已经录完了 如果说有下一季的话 三位老师会邀请什么样的朋友来到这个节目呢 那就邀请我的好朋友毛不易和魏亚勋吧 来这个节目 感谢邀请 感谢 就是除了咱们仨以外 你看那我说你们俩 你们俩想别人 不是 说以外啊 以外啊 不希望邀请别人来 就是因为旅行这件事吧 人越多呀 其实主意就越多 就咱在北京待着 还有不同的那个主意呢 你要说出来玩 你想去这他想去那 肯定会有人想去 有人不想去 人多了就容易有分歧 我觉得反而不太好 当把所有嘉宾都送走的时候 就剩我们仨的时候 我们还是感觉就像家里的客人走了 先落寞 先落寞 落寞 对 好 那不一样 那你们俩 那还真是不一样 对 我们俩现在就已经出现分歧了 那一会儿不录了 你看我们俩稍微的那个 别打呀 别 那别那摄像机这个 就采法 收眼 收眼 对 再追问一下卫达许老师 比如说节目组 非常想要看那种对抗式的这种 那最好是让杨迪来 就跟我是吧 我俩对抗 晚上是不是要去吃 丁师傅烧烤 那不是 我那网红小烧烤 你收 排第四 别的拉踩的意思了 他俩一来一回的 我看着也特别的有意思 激活了我 在录完这一整季节目以后 此时此刻受惯了 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去了这么多旅行的地方 感受就不需此行嘛 因为我们几个平时能凑在一起 说一块出来玩 机会不太多 尤其是真正的旅游和录节目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我们在这趟旅程当中 还玩了很多 平时我们自己出来玩不着的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挺好的 你体验很多当地的民俗 我了解一些个飞仪传承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当中收获到的 那魏大学老师有录完节目以后 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我就觉得时间过得其实挺快的 然后你看 原来我们一开始录的是长白山是冬天 然后现在录到了广州的夏天 然后就觉得体验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项目 是之前都没有体验过的 然后我们还一起去看到了鲸鱼 然后有很多很幸福的这些瞬间 真美啊 所以这一次旅行很开心 那毛不易老师呢 我觉得旅行是一个形式 但是从早到晚都和自己的朋友们待在一起 这种经历本身就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都比较难得 然后解决掉生活中很多负面的情绪和孤单的感受 这个是让我也获得熟悉的 让我们都觉得更加有力量的 对其实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也是把这个节目当做一个 疏解自己生活当中压力和情绪的一个出口 老师们的经历其实也引起了观众朋友们的很多讨论和关注 最后就是其实这一整季也结束了嘛 我们收个尾 如果是对彼此之间留一句话会说什么 等着吧你们俩 好自为全 北京界 北京界 这确实是 我们都说好了 和北京必须得约这么一顿 那如果最后留给观众朋友们 留给他们一些将来出去旅行的tips的话 三位老师有什么话想说吗 tips就是多上网查攻略 就希望大家不要对这个旅行太过追求完美吧 我觉得就是有很多遗憾的地方也是它独特的一部分 而且有时候旅行可能就是折腾 对 它一定会累的 它肯定会换一种心情 或者换一种对生活的思考方式吧 对 所以带着所有的遗憾和不完美 咱们下次再见 好 下次再见 下次还能看到三位老师一直出来吧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